这是无人机被乌克兰防空系统摧毁之后坠落的爆炸声响 乌克兰空军指出他们击落其中26架无人机 但是无人机碎片散落各地造成一位民众受伤 一座基础建设还有八栋民宅受损 而无二持续基站现在乌克兰政府也宣布 从10月1号开始有医学跟军事背景的女性也要登记服兵役限制离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